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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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喜欢吃青菜 我也不喜欢吃肉 可食堂今天只剩下这一个菜了 没办法 帮我分担短 别浪费了 真不用 真不用 师兄 我这真的是喜欢吃青菜 全是清淡的 世人需要的是傲骨 而不是清贫 李白和杜甫的名剧呢 都是在生活物质相对丰富时期的作品 来吧 你帮我产出一些资产阶级 享乐主义的语统 你说你请客就请客呗 怎么还上纲上线呀 反正我一直觉得 最理性的世界就是 啃着排骨 做着清平文章的世界 行了 够了够了 够了 吃吧 真够了 真够了 来 吃 知道什么是诗人吗 你不就是会写诗的人吗 就是把无聊 说成伤感的闲人 你这个见解真足道 哈哈哈哈 给你 小敏啊 你给我排骨干嘛呀 我不爱吃肉 你吃 小敏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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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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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这是干嘛呀 有点闲 下次坐单一点 不是 你干嘛呀 怎么了 这 这是小敏给我的排骨 我上次还救了你一次呢 一块排骨算什么呀 真是 瞧 来来来来来 给你块鸡蛋 让你补补脑子 不是 补什么脑子呀 不是 香 不是 这 这我吃鸡蛋 跟补脑子有什么关系呀 你身边有问题呀 我身边有什么问题呀 我问你 你姐现在上大学上怎么样了 我哪知道 你妈是不是还不接受 你姐和满仓的事呢 我发现 你怎么那么关心我姐的事啊 什 什么意思啊 我关心你姐不对吗 我们是同学 对吧 又是一起下个箱的 又是发小 我关心得理所当然啊 钱都带好了 都带了 咱们今年收成卖的钱 都带了 这井门呀 也走了一阵子 我估计钱也用完了 来 满仓 满仓 把这钱带着 我不要 你给井门留下点 妈 你留着用 我去 你拿着 拿着 快跟爸爸再见 爸爸看妈妈去了 来 儿子 爸爸亲一口 走吧 妈 你别太累 那我走了 走吧 走 啊 见到姐没问得好啊 好嘞 哎 同学 我问一下 那景门在哪儿啊 不知道 啊 谢谢啊 我方认为潘晓同学说的不无道理 任何一个人 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 都是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 就好像太阳放光 发光发热是他的生存之道 照耀万物 不过是他衍生出来的客观意义而已 所以我认为 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地去提高 自我的生存价值 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也就成为了必然 这大概就是人的规律 是生物进化的规律 是任何腐朽的说教都不能哄骗 不能淹没的规律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从小就受到理想主义的教育 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 窗口被人为地摆放了很多鲜花 当有朝一日 我们从这个房间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世界不只有窗口那么大 世界大得很 也复杂得很 不只有阳光 小妹 也有黑暗 不只有鲜花 你干吗 干吗 你这么便宜呢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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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鲜花也有毒草 所以我认为 我们这代年轻人 历然会产生困惑 产生思考 当我们产生困惑产生思考 我们就会前进 就会清醒 就会独立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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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刚才 你得丢脸了 没事 没丢脸 你在学校过得还好吗 还挺好的 就是 我最近学医特忙 也没来得及给你们写信 没事 妈干嘛 回来还好吧 都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你刚才在上面演讲 我都 我看到了 景梅同学 我找你有点事情 行 那 那我先进去有点事 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你在这儿等我 走 你呀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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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歇 看 嗨 嗨 你干什么呢 我说你呢 你干什么呢 你拉我干什么 我还没尿丸呢 你拉我干啥啊 我说你这么大的人 怎么随地大小变了 你们看这什么地方 你什么地方你 不让我尿尿啊 你走走走走 大叔你听见没有 走 上门口 抓我干什么 上门口 你别抓我 亏你还是学生干部 家属在学校随地大小便 校管管着还不听 有你这样纵容家属的吗 这是你学生干部 该做的事情吗 我看这干部啊 你也不要当了 这个学期的助学金也停放 没 没事 走吧 送你去车站 走 走 走 来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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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